高雄有名黃小姐當初購買的中古大樓房 附有一個上層機械車位的使用權利 沒有想到壞了十年左右的車位 最近收付好了 倒是有鄰居突然跑來跟他說 一旁柱子的標示貼反 他應該是下層車位 而不是上層 讓他直呼虧大了 因為實際問到房仲業者 機械車位的價格絕對高於下層 價差十幾二十萬都有 打算取車時按下按鈕 車位開始左右上下移動 到達定點才能把車子開出來 不少住宅大樓標配的都只有機械車位 但上中下層到底哪個比較好 有民眾在臉書發問這個問題引發討論 網友說上層比較好出事都是下層先中 而且下層車沒開很容易發霉 上層的車位肯定是比下層車位好 那上面的車位當然大家都會比較放心說 起碼發生意外的時候 你比較不會被其他車子壓掉 房仲業者也說上層的價格絕對高於下層 但這可讓發文的黃小姐悶壞了 她購買中古屋有機械車位使用權利 當時房仲跟她說 她的車位就是上層二十四號 不過這棟二十年大樓機械車位就損壞了近十年 最近才剛修復好能夠使用 沒想到這時一個鄰居跑來 跟她說上層車位是她的 下層才是黃小姐的 讓她滿頭問號 鄰居才回說 當初貼在車位旁的上中下層標示 其實都反了 讓她的車位因此變為最下層 而她在詢問這棟大樓車位出售金額 上層五十萬 下層四十萬 整個過程讓她感到被坑了 早期大樓法令不明確 機械車位產權複雜 管委會也告知 她只能去跟這些鄰居自行協調 不過這篇貼文也引發網友們 對於機械車位價格的熱烈討論 記者楊中銘 黃一復高雄報導